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内容是签到 相信大家也许跟我一样 每天都有很多的app或者网站需要来签到 那么像我自己的话 我每天的话应该要签到20多个网站 这些网站呢 有的是在app上面的 有的是在网站上面签到的 像我之前的话 我就手动的签到 每天12点一到呢 我就点击各种网站啊 打开各种app进行签到 但是呢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个可以自动签到的应用 这个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这里可以看到我的日志 我个人用起来感觉也还不错 所以接下来想推荐给大家 这个也是免费的 然后它可以用在什么平台呢 比如说你之前有看过我的这些视频 你可以把它装在这个NER我家云贝壳云 或者说之前讲过的那个s905的电视盒子 这些arm架构的机器呢 它都可以运行 而像蜗牛啊 服务器啊 公控榜这些x86架构的 它也可以运行 这些呢 主要靠你的机器里面有没有docker 有的话你就可以来运行这个 那么开始介绍今天的主角签到这个容器 这个容器呢 它是 它是基于这个项目进行修改的 它增加了更多的功能 而像这个签到这个项目呢 它维持了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项目 它这个对它进行了一些 内容的增加 我用起来感觉比它原版的这个呢 更好用 而这个容器呢 搭建起来也是比较简单 它可以一行命令的就执行起来的 然后这个容器的像原本的github项目呢 它也有放在这里 它这个更新的频率也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 如果你们有打开到这个github项目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的contributor里面就有我的id了 对吧 那么废话也不多说了 接下来就带领大家把这个容器搭建到我们自己的机器上面了 那么如果你的网络环境比较好的话 你直接到它toker这里呢 复制它这一行 把它这个toker镜像下载到你的机器里面 但是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一直都搞不定这个toker镜像的下载 而且现在呢toker它之后可能跟我们中国的关系可能不是那么好 所以有可能以后呢 大家下载这个toker容器可能变得更加的困难了 所以在这里我也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呢 我这个toker容器呢 我已经下载在我的机器里面了 现在呢 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它这个容器导出来 那么等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镜像已经被我导出来了 现在它要存放在我的电脑里面 待会把它这个镜像呢 传到网旁里面 你们去网旁里面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你们拉取不了这个镜像的话 就只能这么做了 你们有了我这个镜像之后 你们怎么用呢 这里有一个import 这里呢 我们选择刚才我这个打打开它 然后选择这个upload的 你们就可以把这个镜像呢 装到你们的机器里面了 当你们看到你们的机器里面呢 有这个 迁到这个镜像就可以用了 有了这个镜像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建立这个容器了 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在这个potena里面建立容器 我们点击左边这里的container 然后这里添加一个容器 这个名字你可以自己随便取的 然后下面这里的image 写我们刚才的那个 你打几个字它就会提示你的 然后来到这里就要建立这个端口号了 里面的之后面这个肯定得填80 然后前面这个你可以自己自定义 像我这里就自定一个9527 然后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其他你不用管他 就是这么简单的 在这里面点几下就可以了 接着等一段时间看看他会不会显示这样容器创建成功 如果有显示这个就证明你已经搭建成功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浏览器的方式来访问我们搭建好的这个签到平台 到浏览器里面输入你机器的ip地址 冒号9527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登录 这里呢 因为我们没有账号 需要创建一个账号 这里需要用邮箱 这个邮箱 你可以用真的也可以用假的 他不会管你的 只是用一个账号跟密码这样他不会验证的 有了这个我们才可以进来这里面添加任务之类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母榜的 我们需要添加一些母榜让我们可以签到 我们点击公共母榜 然后就会跳转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这里呢 他提供了一些母榜让我们可以用了 而且有说明是怎么用的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他就需要用你的账号和密码 而其他的呢 有些就需要用你的cookie了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他需要手机的抓包 这个抓包我有尝试过是比较复杂的 这里 我就不讲了 那么我们来弄一个比较简单的吧 比如说这个网易云音乐他的签到 他就是比较简单的 用的是这个cookie 那么我们首先打开网易云 在网易云这里呢 你用你的手机 扫描他 然后就可以登录了 之后我们按键盘上面的f12 也可以呢 按这里的更多工具 有一个开发者工具 然后来到这里之后 我们刷新一下 刷新之后呢 你在这个network这里呢 可以看到 有多出来一些东西 然后你的可能会多出来很多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doc 它就会变少一点 然后我们选择第一个 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cookie的 然后我们要用的就是复制后面的这个 我们把它全部选中 然后复制 回到我们的签到这里 然后我们订阅这个网易云 订阅 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两个这个网址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测试 这里呢 张贴下 我们刚才复制好的cookie 然后点击测试 他就会显示签到成功了 这里签到有没有成功 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机app去查看 比如说你今天过了12点 你先不要在手机上面签到 你先用这个平台 在这里 测试一下 然后看一下你的手机那里会不会有变化 这个他这个模板是没有问题的 我测试了很多天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他这个是可以成功的签到了 然后我们这样测试好之后呢 我们点击保存 这里呢 就按他默认的就可以了 点击保存 好 保存成功了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这里呢 刷新一下 就会多出一个模板了 这另外一个是我之前添加的 有了这个之后呢 他还不能每天的帮我们签到 现在我们只是 添加好了这个模板 而我们想要这个模板每天工作 我们需要点击这里的新键 然后呢 把我们刚才的cookie呢 张贴进来 之后呢 点击一下提交 然后可以看到呢 他就正在为您签到 他签到成不成功呢 会在这里显示的 签到成功 这里一失败 他这里的话就会增加 反正就在这里 现在呢 他也会显示下一次签到是在哪里 因为我是下午的三点添加的 而他明天的下午三点 他就会继续签到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很不合理 因为我只是现在添加 我其实并不想每天的这个时候签到 我其实呢 是想要他比如说每天的12点一到他就签到嘛 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定时 这里有个定时开关 你去可以试着 比如说你是真的 每天的12点的12秒 他就他就自动签到了这样 可以这样提交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有个可以看到他下一次签到就是在12点一过 他他就会去签到 他这个修改榜的签到容器呢 就是比他原本的多了很多功能的 这个定时的功能呢 就是后来添加的 他原本的那个签到 那个项目呢 他是没有这个定时的任务的 而且呢 他有一个不错的功能 就是这个推送注册 他设置了好几个这个推送的方式 可以试着呢 如果签到失败的话 他就会通过 通知呢 发送一条微微信的消息 告知我们哦 哦 签到失败了这样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呢 签到成功也通知你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这里有一个天翼云旁的签到 这个呢 签到需要用抓包 而且抓包的话 现在比较麻烦 这里呢 就看 这个视频怎么样 如果这个视频 播放还不错的话 我以后也可以来讲一下这个 如果没什么人看 我肯定不讲这个 然后呢 我自己是有通过抓包 然后 设置这个天翼云旁每天签到的 而且他每天签到 其实得到的也 不是那么好玩 每天签到就会 多几十兆的空间了 这样 感觉作用也不大 不过既然 就是用这个平台嘛 反正也不用我们手动去签到 对吧 我们只要把他就任务添加进去 他每天就会帮我们 去签到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你可以看我的这些记录 啊 签到了十几天了 每天都会去签到 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里呢 这里我还 有弄了一个项目 是这个人人影射的 人人影射呢 他每天 去登录他的网站的话 你的这个登录天数就会添加 就会加一天嘛 所以那我 也弄了 我的也自己做了一个脚本 然后让他每天呢 去帮我登录人人影射 然后 登录之后呢 获取这个登录的天数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呢 就涉及到自己 制作模板了 这个也是比较复杂的 也要看这个视频 有没有人看 有人看 我也 可能考虑来讲一下这个 好 再来一个讲一下就是 这个咪咕阅读嘛 因为如果你们有看我之前的视频的话 你应该知道 我有参加这个咪咕Kindle的打卡活动嘛 然后这个打卡活动 他每天都要阅读 每天都要签到嘛 他这里面有刚好有这个模板 我就把它添加进来了 我感觉这个也还是不错的 虽然没有办法帮我打卡 但是他 可以用去帮我查询一下 我没有有没有打卡 如果没有 他就发微信通知我 而我微信看到 就 如果知道的话 我就会去打卡嘛 就是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 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 我是两年前就有知道有签到这个项目的 当时呢 我是用他官方的那个网站去 的 而且呢 我有上面在弄了一个 贴吧 自动签到的一个模板嘛 然后 在上面这个贴吧 我没有管他 他签到了三四百天了 这个 修改版的签到项目呢 是我最近才发现的 而且我用了这段时间的感觉也还不错 我自己呢 也制作了一些模板所以呢 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 如果有的话 以后可以出 一些视频来讲一下这个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你如果不是很喜欢的话 也不会去自己制作这些模板 对吧 总之我个人是 非常的喜欢这个 所以就做个视频来推荐给大家吧 大家如果觉得 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可以帮我的视频点个赞 谢谢大家 我们有机会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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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